辛辣情報員 來 欣 沒錯 接下來換我了 我雖然新 但是我專業 現在我要來問問兩位學姐 如果發現有人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咳不停 有可能是什麼症狀 我知道 感冒 氣管發炎 百育殼跟肺炎這些都有可能 掌聲鼓勵 請 太專業了 這就是氣場的專業度 那我再問問看 好 不用碰到這位 沒關係 現在是一個愛氣場的 那如果發現有人 他的這個鼻水 流麥亭 素素流 或者單邊鼻水 素素流 有可能是什麼樣的疾病 感冒 過敏性鼻炎 還有一個 跑掉了 鼻鬥炎 跑掉了 我跟你講 你真的不需要這個氣場 因為 這一點就錯了 跟你講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一滴頭就流鼻水 小心腦子破了洞 怎麼 我不行 我也不相信 妳看看甜不辣 來 甜不辣低頭 來 低頭 有沒有流鼻水 沒有 流鼻水 他腦子有破洞 流鼻水竟然跟腦袋游動有關聯 我們來問一下神經內科 鼻水當然一直流 大家最常想到就是耳鼻喉科的問題 可是有很少很少見的情形之下 這爐底有骨折 這個腦肌水液就會從這個鼻孔流出來 等一下 腦肌水液 腦肌水液 對 我們的腦子 很像這個塑膠袋裝水裝豆腐 這個腦子就豆腐 外面要泡在水裡面 這個就是腦肌水液 所以你說腦子是浮在水裡面 浮在液體當中的 正常一天大概產生500CC 吸收500CC 正常的情形之下 如果它這個包覆是很完整的話 它不應該露到外頭來 就有很少很少的情形下 比如說顱底有骨折 它就從鼻孔流出來 或從耳朵流出來 或者甚至從脊椎外面流出來 都有 都有啊 對 這個不是很常見 可是有時候又真的要很小心 比如說先前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 有的時候開車撞 撞了擋風玻璃以後呢 他就開始就流鼻水 對 流很久 那這個感冒藥也吃了 流鼻水藥也吃了 鼻子也噴了 到處都看 看來看去不會好 後來就想說怎麼會這麼奇怪呢 後來就來檢查了一下 原來是腦肌水液露出來了 這個腦肌水液跟鼻水 有什麼不一樣呢 基本上它的 不是叫各位去嘗的意思 就是腦肌水液裡面有糖 可是鼻水裡面沒有糖 所以一般來說他們可以 很簡單可以做個測試 看裡面有沒有糖 雖然不是百分百準確 可是如果你的鼻水裡面 糖很多的話 當然排除個別那個什麼 喝飲料嗆到這種 就是說平常的鼻水 不應該是有糖的 所以鼻水不應該是甜甜的感覺 對 那如果流很多 那比如說你用那個 人家測血糖 那血糖的柿子你去測一下 你居然有糖的存在的話 有甜度 那就要小心它是不是流出來了 那像這個開車去撞玻璃 這個人胸後來就找到 原來是爐底前面有一個骨折 那這個骨折呢 就造成一個外面跟裡面的交通 腦機所以就是 一直流出來 那東西一出得來 也當然也進得去 這最危險的不是它一直流 因為你流一天 產生500CC怎麼流 大概也不太容易流得乾 最怕就是說外頭東西跑進去了 我們的這個鼻腔 咽喉 其實細菌非常多 那你不小心這細菌 跑進去以後會變成 所以實際上是有點危險的狀況 但急診有遇過一個還蠻有趣的案例 結果沒有想到也是腦袋破洞 有一個在飲料店打工的女生 差不多30幾歲 沒有中等 好 她就是 她有一天就突然 她只能 還一陣子了 她只能平躺或趴著 她腳一站起來 就一直覺得頭很暈很痛很暈 她的家人 因為她一直反覆這個樣子 所以她的家人覺得她偷懶 是不是不想工作 妳是不是不想上班 不然妳為什麼一直在請假 可是她真的就是只能一直躺著 家人又帶她來急診 她舅舅非常的有趣 她舅舅 我們之後流關讓 因為急診非常多暈眩 頭暈的案例 那就先讓她流關 等抽血報告的時候 她舅舅進來就說 不用看 帶去涼涼蓋蓋就好了 她以為這樣 就是 自蓋蓋 很涼涼 有點小卡了 對 她就覺得她卡到院去改一改就好了 不然 因為一般人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可能妳站著就頭痛 躺著就沒事 對 這樣子都會被家人覺得說 妳是在就是裝的還是幹嘛的 就這樣子 所以她就故意這樣開玩笑 抽血報告呢 是橄欖指數是有一點高 其他的還好 沒有怎樣 可是因為他就有擦鼻涕 一直在擦鼻涕的這個動作 讓醫生覺得 我還要再進一步檢查 就這個壓迷的動作 被他檢查出了真的是脊髓液 她腦子是 她也去撞玻璃了嗎 不是 她是長期必須彎 要用力搬東西的人 這樣就會破 這個叫 就是妳用力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這個塑膠袋裝水中 自發性 顱內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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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健身房的選手 一些健美教練 他們很回憲 這個也是有 我們最近有幾個病人就是重訓什麼的 還有人打一個很大的噴嚏 或是大病很用力 它就破了 大病很用力 哪破了 大病很用力以後呢 妳的這個顱內壓會增加 增加以後 我們剛剛說這塑膠袋裝水裝的 我們這塑膠袋就 就流水出來了 這麼脆弱 這個很特別就是說 它只有起來才會痛 躺著不會痛 起來大概幾分鐘就痛到超級痛 脖子很硬 會吐 有些人視力模糊 耳朵會有點耳鳴 躺下去幾分鐘就好了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裝的 什麼幾分鐘就很痛 那幾分鐘又不痛 只要你反覆測試都這樣 就要想到是低腦壓 這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看肉哪裡 趕快把它補起來 你不補起來 大概五分之一腦子會出血 會硬膜一下出血 所以要趕快做檢查 看看肉在什麼地方 我們開玩笑說你腦子有動 搞不然是真的 真的喔 有... 它其實在脊椎上面 也不是在腦子上面 鼻子漏得很少造成這個腦壓 可是脊椎漏得非常長 你要找到洞的話呢 一般來說就做血液貼片 就是這個洞破了 我們就把你的血抽出來 打在那裡 好像人血膏一樣把它黏在上面 黏住了以後就好了 有一個個案 它也是很奇怪 它就是說跟我講說 它早上起來的時候覺得 看正常的影像 一個影像變兩個 複式 對 比如說一支筆 你看看這兩個 我說那你在眼科有檢查過嗎 他說他看過眼科了 眼科說沒怎樣 我就覺得奇怪 再摸一摸他的脖子 覺得有點僵硬 我說那你脖子會不會有撞擊到 或者是 他說昨天晚上可能跟老婆 等於說是 撞擊完了以後 老婆沒事她就睡著了 正面 面對面的 正面撞擊跟頭什麼關係呢 頭撞頭 頭撞頭 我是真的頭撞頭 對 就兩個 你們都想哪些 你們誰要來處理 什麼 就是兩個人都很心急的時候 有可能誤判距離就撞到 額頭很硬 應該不會怎麼樣 沒有 她老婆的額頭撞她的鼻子 結果 就這樣問出來以後 結果她說她早上起來 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 就覺得頸子有點僵硬 眼睛看成兩個影子 我說妳這個不行 妳有一個好像撞擊外傷的過程 還是要小心 請她到醫院 結果就神經那顆醫院門診 就開始收住院 傳染後來真的就是 腦脊椎液有滲漏 因為外傷撞擊 爐底有滲漏出來 只是她那時候還沒有 從鼻子滴出來 只是眼睛那是覺得 很不舒服看到兩個影子 腦子可能自己破裂外露 剛剛講了一些給大家 就是也是整理了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說我們腦子有都會露出來 事實上就是爐底 這是骨頭 腦袋在這邊 所以事實上 裡面是有一些腦脊水液的一個部分 但是對於我們大腦來講 有些地方是比較薄的 所以為什麼說 腦子有動會露到鼻孔 就是事實上在一個跌鬥的地方 它是我們腦子 這邊是一個壓力容易 積聚的一個點 所以它之所以剛剛在講說 大部分人是因為外傷撞到之後 那壓力會積聚在這個點 或者說剛剛講的半重物 就是基本上它會從 跌鬥這個地方露 就從鼻孔露出來 如果是治療 手術治療也是從鼻孔回去 把那個地方去做一個 一個填塞的地方 那剛剛講說有自發性跟創傷都是 大部分是創傷 腦子有動的部分 事實上大部分 八九成是因為外傷 但是有一部分叫做自發性 什麼樣的人容易自發性的 因為腦壓的升高導致它就腦子破洞了 基本上是肥胖 就是說其實現在最近有一些研究是說 近年來自發性的破裂的 病人數有在上升當中 為什麼 因為大家開始越來越肥胖 或者是說睡眠呼吸中止症 有幾個因素會導致說我們 腦壓變得比較高 以至於它比較容易從這個壓力 這個地方它就從鼻孔的地方開始就漏 比較簡單的一個 測定是不是腦脊水液的方法 有一個叫做 就是手套測試就是 我們一般那種橡膠手套 有顏色的那種 不是塑膠手套 你去摸就是 因為這個其實機率不大 但是說你去摸那個你的腦脊水液 等它乾掉 因為我們基本上 腦脊水液是一個清清淋水的東西 它乾掉並不會硬硬的 但是我們鼻水不一樣 鼻水有一點黏黏的 你有時候 對 所以事實上如果同樣的東西 這手套測試 基本上你去沾那個鼻水 它硬掉之後那個手套會硬硬 就是硬硬的這種感覺 這是教科書上面就有的測試 這比較稍微比較客觀一點 就是如果真的 你哪一天起來發現說 自己就是單側流鼻水 對 就是硬 而且是單邊 它基本上不會是同時破兩邊 不會 它基本上它的一個特點 孔洞不是相連的嗎 那為什麼不會走兩邊 不會 基本上是單邊 就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鑒別的診斷 是從單邊鼻孔露出來 輕輕如水 而且一直都不會好 另外一個真相就是說 你早上 你就是晚上睡覺睡一睡 然後早上起來 突然就喔 一大一大坨 應該說就是很多量會從 那個鼻孔裡面單側流出來 所以過敏性鼻炎是兩個鼻孔都有 對 就是基本上簡單就是說 你單側而且又留很久 你這時候變成要懷疑說你有沒有 就像你如果說比較肥胖 或是說有些斑中物 這樣子一個容易有腦壓升高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情形的時候 才需要去懷疑 它那個牌子上寫得很清楚 頭的重力撞擊 還有那個 我剛剛看一下 還有那個手術造成的 腦瘤造成的壓力不同對不對 還有腥骨的缺損 其實大部分腦子有洞的漏水 是不需要治療 它其實七天之後 因為其實這個洞就很小 所以基本上一開始來 我們基本上保守性治療 就會請你吃抗生素就好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有洞的時候你會感染 所以基本上最簡單事實上就是 希望你回家 臥床 休息 然後吃抗生素 那剛剛講的不要用力打噴嚏 跟不要用力大便 因為那個壓力都會增加 壓力會增加 真的 我覺得你 到目前為止這個提醒非常重要 因為大部分人 不想浪費他那麼多時間在廁所 通常都會很用力解決它 這樣子 對啊 你好戲劇化 你真的表演一次嗎 先不要 第二個情報 還不錯喔 行啦 行啦 情報員 過關 啦